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没有可能是因为爸爸妈妈 比方说爸爸妈妈讲话比较平 那你觉得孩子讲话会怎样 真的就是在一旁看到我们父母亲的性格 父母亲的个性 然后很有可能 我们只要安静下来的时候问自己 我们很容易看到自己 也有这方面的表现 所以不管是我在谈的非暴力沟通 或者是转念 目的 最大的目的 其实就是安静下来 回过头来看看自己 然后看到我们自己 能够做一些什么样的调整的改变